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呢我想要说的就是我的Tone 4眼影合集 我想要说的就是七盘他们家的眼影 他们家的眼影呢是我个人觉得对于新手小白来说非常友好的 粉质也非常的好,包装也很好看 非常容易上手,很容易就画出一个很深邃很漂亮的妆 然后我今天画的就是用他们家的一个盘画的 好了,然后我就打算从我的喜爱顺序开始说 我就先从最不喜欢的然后到最喜欢的这样子 留到最喜欢的在后面给大家留一点悬念这样子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快点开始吧 先说一下他们的这种眼影盘 因为他们的这种眼影盘好像有分两种不同质地的 我没有买过他们烘焙质地的 就是可以干湿两用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那个的颜色就是粗的没有特别搓我的 所以我买的都是他们普通质地的 在澳洲这边的那种烘焙质地的 会比普通的质地贵三块钱 烘焙质地就是125 然后像这种普通的话呢就是122 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像这种比较棕色 有点像钢琴烤漆的这种包装 跟它这种金色的这个条 这里写的tomful 一般这种呢外面就会配一个这种棕色的容裤套 我有买一个他们家的特别版 就是我上一次的爱用品有分享过的 这个金色的全金的真的好闪好华丽 可是这个呢就是它的容裤套就是我上次也说过配的是这种白色的 我觉得稍微显得廉价一点 可是这个壳子我很喜欢 好了现在这种基本信息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先从我最不喜欢的一盘开始说 我要先声明一下我最不喜欢不代表每个人都不合适啊 只是它在我的眼睛上还有我的技术方面呢不是很适合我 一个我就是最不喜欢的一盘呢就是这个25号Pretty Baby 就是他们家去年吧新出的一个色号 就是他们家很鲜的这个颜色 我刚开始也是看到下面这一个珠光色 我就完全被这个珠光色迷惑了 不过这个珠光色真的很美 给大家看一下 哇这个颜色特别的特别的漂亮 可是呢这一盘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上面这个紫色啊非常非常的显脏 然后呢擦在眼睛上 让人觉得有一种旧旧的一种疲惫的感觉 反正在我眼睛上我觉得不是很合适 这个一盘如果我用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只用这上面这一个颜色 用来做一个那种打底色 它的这个亮片色呢 因为它是这种有底色的这种亮片呢 它不是像那种没有底色的亮片 你可以叠加在你的眼妆上面 这一款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对技术的要求 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就不是很适合我 然后这种紫紫的这种妆呢 我个人想画的时候 我是想要比较仙气的感觉 可是这一盘我是看到试色 我就觉得哇它好像可以画出个很仙气的感觉 可是它真的没有 因为它整体的颜色呢都会稍微偏深一点 然后有一点灰灰的 就除了这个大亮片色比较特别好看之外呢 这个颜色和这个我就是有点灰灰脏脏的感觉 而且我看很多网上的评价都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画脏的盘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入一个紫色仙气的盘呢 真的可以不必要买到TOM4这么贵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画紫色仙气的那种妆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多 买一种那种Huda Beauty啊那种比较便宜 但是粉质又有保证的那种盘呢会比这个划算挺多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惊讶一点 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 大家就不要喷我 排名第六的呢 就是这个Coco Mirage 就是他们家 最近好像刚停产的03号 而且最近不是抢得很疯吗 这一盘呢 是我在他们家买过 唯一的一盘全哑光的盘 然后我买的原因呢 就是跟风嘛 很多人都说 哇 这一盘的那个哑光色 真的是我用过最好晕染的 最滑顺的 然后我就买了 我不得不说 它的这个哑光色的粉质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就很好晕染 然后呢 整体颜色也很好 它下面的这个颜色 有一点点偏红棕色的调 我个人不是那么那么喜欢 就是太红棕了 就是如果我想画大地色 我就是真的想要一个 很大地的感觉 反而这一盘呢 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大地 但是偏红 我个人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大地偏红的感觉 就是你真的是可以画出一个 很有层次的那种 大地色的妆 可是如果我想要party一点 或者我想要有一点亮点的话 它就是没有办法带给我 而且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比较适合女强人 如果是那种小女生 我个人觉得我是比较 小女生的性格的 我想要甜甜的约会的妆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 是没有办法帮我达成的 所以它跟我日常的使用习惯 不是很符合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颜色就是一直都很流行的那种 番茄炒蛋啊 日落色系 这个颜色呢 它画上眼睛 就是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富贵 很有钱的小姐姐的感觉 我猪草这一盘 是我看过妮可的一个视频 就是前段时间 有大家都很流行访 那个四千年美女的 就是它那个红毯状嘛 我为什么叫它四千年美女呢 因为我到现在都真的不知道 它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读的 然后我就是看到妮可 它是用的这一盘 然后仿的那个妆 我就觉得哇太好看了 我就是拍一下视频呢 或者是我想要走一个很华丽 很富贵的妆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富贵 它上面的这一抹黄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天哪太好看了 这抹黄 你可以看到他们家的粉质 都非常的顺滑 这种黄呢 就是有一种丝绸断的感觉 然后这个黄就是我 我真的很多眼影盘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在其他的眼影盘里面 看过这么特别的这个黄色 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 像这种颜色会不会显得眼睛肿嘛 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一盘 真的不会显得眼睛肿耶 而且它虽然看上去配色是 就是比较大胆的嘛 可是你画在眼睛上 其实是我觉得蛮容易驾驭的 然后它的就是这种 蜂蜜炒单之落色系 是蛮适合我们这种黄种人的 反正这一盘我非常的喜欢 它上面这个大亮片呢 也是很好看的 因为我大亮片都是习惯用手上嘛 就是他们家大亮片 就是如果你用手上久的话 比较容易结块 不过我个人是不是很介意这个的啦 这个就是大亮片 有一点点偏棕色的 这一款呢是可以画成 就是两种不同的妆的 如果你想要有黄色 比较富贵就可以加这个 如果你想要走红棕色的话 你就画这两个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这款我排名到第五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这一种配色的盘呢 是蛮常见的 然后它出的这个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蛮多不同的牌子 有这种配色的盘了 就像是蛮常见的 就像是蛮常见的 有蛮常见的 他就像是蛮常见的 是蛮常见的 你修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们家的眼影我觉得就是晕染程度啊 或者是什么都很新手友好 非常的好画 就是不会像有一些太显色 然后你放在眼睛上就很容易重手 他们家的这种颜色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第四名 第四名 给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也是一个配色很大胆的盘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这个23号African Violet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热情的配色 这个配色我记得他们刚出的时候呢 我就是在想 这个配色好像很难画 可是呢 我看到很多人的试色啊 然后上演的那种眼妆 我就想啊 我们买回来试一下 结果真的是真香 它的配色非常的特别 就是它刚出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这么特别的配色 特别是一个四色盘 它把这个紫色跟这个橘色放在一起 它的紫色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紫罗兰的颜色 但是呢 它上在眼睛上又不会很涂 我买了Pretty Baby之后 我再买这个 我就对紫色有一种恐惧 就觉得好像紫色不是很适合黄皮 不过这个颜色上在眼睛上 就是有一种高雅的感觉 反正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这个橘色呢 又蛮活泼的 这一盘呢 它可以画出的眼妆也是挺多的 因为它有两个主色嘛 虽然它是一个四色盘 可是你可以画出至少两种以上 完全不同的妆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盘非常的划算 然后它们的粉质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不过这一盘呢 我觉得是Town4家这几盘 我拥有的眼影里面 显色是最重的 应该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原因吧 就是显色是最重的 然后这一盘也是 所有的盘里面 我觉得我画了比较容易翻车的 但是它排名在26号前面 是真的是因为 我觉得它这个配色太特别了 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我没有画翻车的时候 我是很美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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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进到第二还有第一名了 第一名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喜欢哪一盘 所以我现在说第二名 第二名的话就是他们家今年新出的一个新色 这个28号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一盘到了第二名 可是它没有大亮片色 我当时也是纠结了很久 这一盘跟这一盘 因为这一盘它的大亮片色我太喜欢了 可是这一盘呢 用了几次之后我就真的觉得 嗯 它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一盘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通勤必备 它是两个虽然不是大亮片色 但是都是他们家很细腻很细腻的珠光 这两个珠光色真的非常的细腻 一上眼大家就一定知道 嗯 你的那个眼影很不便宜 用他们家的眼影就是追求这种感觉 就是让大家觉得嗯 你的妆很高级的感觉 它这下面这个颜色是这种奶棕色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 雾面色 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家的雾面色真的好好晕染 非常的顺滑 这个雾面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适合亚洲人 太好看了 然后这一盘呢 它是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画出一个很深邃 很自然的妆的 这一盘我就觉得是 你没有什么化妆技巧的话 也可以用它来画 然后这一盘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不怎么容易画脏的 相对于这个来说 在我这里这一盘会比03号好非常多的 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它有两个很细腻的亮片色 然后这一盘它虽然雾面色不是很多吧 可是它用来画层次呢 非常的写层次很好看 然后这一盘会比03盘好驾驭很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用去纠结03号停不停产了 买这个就很好了 我觉得你去什么场合画这个眼妆都没有问题的 如果要买的话 你就买一个这个 还有我第一名要说的那个disco dust 你就可以有 又有蜜桃色系的妆 又有大地色系的妆 然后就这两个就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了 这个奶咖色真的很好看 很特别 我非常的喜欢 这一盘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觉得好像很普通 可是上眼真的是真香 然后这一盘呢 它会比20号还有01号显色度更高一点 可是呢非常好晕染 然后它里面的颜色 我真的觉得 就是完全不考验技术的这四盘 太好看了 这四个色 这四个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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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想要出去约会的话 想要点蜜桃色 我就会用下面这个珠光的这个粉色 加一点在眼尾 还有眼下这里 然后我那一次如果约会 想要更夸张一点 我就会用上这个亮片色 反正这一盘我真的是 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这一盘它的这个亮片色呢 是这几盘亮片色里面 最水灵最bling bling bling的 然后最仙气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 就是那个底色最浅的 然后这一盘我觉得 它的这个亮片 会比01号那个亮片更散一点 我觉得是更仙气一点的 但是这个它的闪 就会更密集一点 就会更华丽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还有28号 是如果我用完的话 我会跑回去回购的 特别是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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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